政府可能在今月月底舉行區議員宣誓 有消息說當局會向涉及曾經做過負面清單行為的 約230名區議員發信要求回應有關行為 被判違規者將不能宣誓會被取消區議員資格 以及追討過去一年半以來過百萬的新進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今早出席電台節目時 未有確認有關消息 只表示法例要求區議員要真誠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特區 而香港法例的適義和通則條例 有提出相關行為的正負面清單 例如宣揚港獨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主權 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等行為都屬於負面清單行為 他補充不真誠擁護及效忠的行為 一個常人亦能夠判斷和可以解讀